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小英子买的这个土罐子 这个土罐子泡酸菜是最好吃的 现在我们准备了这些食材 朋友们看一下 这个是芭蕉 香叶 还有山奈 放一点香料它就增加一点香味 这是食盐 还有冰糖 上次有个好朋友说 好想吃你们四川的泡菜 然后今天小英子就泡给好朋友们看看 现在这个团子被我洗干净了 现在放一点水 放一点水进去 这是干净的泉水 水已经放进去了 小英子就把这个食盐放一点进去 这个是泡菜 所以说盐放特别多 现在放香叶 山奈 放进去 还有冰糖 一大块 小米辣是我从老坛子里面咬出来的 如果家里面没有的话就可以去买 街上有卖的 这是我泡的就是这个嫩姜 还有这个小米辣 待会再泡一点蔬菜进去 吊水泡菜这样吃 这个菜洗干净了 把它晒干净很好 曾经有个做泡菜特别好吃的好朋友 我说你做的泡菜怎么那么好吃呢 他说因为他的手不一样 不知道有没有这个舒服 这个泡菜呀 你弄这种水泡 这个有的时候泡来 不好吃 还酸水 有的时候泡来就好吃 你弄这个手泡 现在我们去的奶奶 用这个手泡 这个红辣椒 一般不要把这个钱 留一点地在里面 不然那个酸水就泡进去了 这个是好朋友给我提来的 今天我就把它给麻烦吃起来 选一个果子 切两片再进去 切两片就行了 我觉得应该切三片 哇 这么热的天 闻一闻柠檬 心旷生衣的感觉 这个看似就像清水一样 其实它是白酒 这是高度酒 没有喝会 酒的人真的 会放点进去呢 就是防止生花 看好漂亮 有红色有黄色 还有小米椒的水 小米椒的水它主要是乳酸菌 这样泡出来泡菜好吃 这个抬鞋里面来加一点水 然后把它盖这个就盖上 就放在阴凉处就可以了 如果大家喜欢吃跳水泡菜的话 就随意的选择一些蔬菜 头天晚上放进去 第二天就可以吃了 不要泡太久哦 泡太久就啪了 很软 待会儿我们就放两三个小时 再来泡 好朋友们想了解小银子 家乡更多土地产 请关注视频下面了解更多 来西瓜视频 关注小银子和小瓶子 再来西瓜 不然等会儿 再来西瓜 再来西瓜 感谢观看